大家好,这里是小鱼厨艺 今天我给朋友们来介绍一种非常好吃的野菜 名叫尼湖菜 尼湖菜它的别名又叫石灰菜,剪刀菜 接下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认识与了解一下吧 这种野菜啊,见过的人不多,吃过的人也少 它就是农民朋友非常喜欢的尼湖菜 为什么把这种野菜介绍给大家认识呢 这种植物,大家可千万不要小看了它 它是药食童源,既有很高的食用价值 而且药用价值也非常不错 所以大家有必要去认识与了解一下 尼湖菜,它长的是这样子 大家请看,它的整个植株扑服在地面生长 叶子呢,呈碎片羽状 这种野菜它本身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味 虽然是闻起来不好闻,但是吃起来特别的香 尼湖菜叶片的背面有一层白色,像石灰白一样 所以有人又叫它石灰菜 既然是野菜,那大家就肯定非常关心它的使用方法 接下来我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两种 如果哪天你在户外遇到了这种野菜 也可以挖一些回家的做美食吃 尼湖菜大家在采挖的时候 最好去采摘它比较幼嫩的植株 这样吃起来口感才会好 我们把采摘回家的尼湖菜 摘掉黄叶,老叶,去掉根部 然后在清水里面反复多淘洗几次 因为这植物一般长在田间地头 道路两旁或是树林底下 所以它的上面有很多的灰尘附煮啊 淘洗干净的尼湖菜 我们一般会把它放在开水锅里面 用开水煮上一到两分钟 这样吃起来呢 它的口感会比较好 可以大大的去除本身的苦涩口感 尼湖菜,焯过水之后可以拿来凉拌的吃 也可以清炒肉片吃 味道都十分的鲜美 关键是适当的吃一些尼湖菜这样的野菜 对人身体还有很多的好处 大家可以在网上自行搜索一下 尼湖菜的食用功效以及价值 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此了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